四條繩,八隻狗一年可以賺過百萬元 不是 請你介紹一下,幫助我們照顧這隻狗 好像在英國也是一個頗好的行業 對嗎? 如果在街上看到一個年輕人坐著四條繩,八隻狗走 一年可以賺過百萬元 不是 你跟他計算一下 一隻狗一天大概有三百元港幣 如果他過夜,他當作酒店就不止 有些人一去一個月 那些外國人,尤其是COVID之後 他們覺得狗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精神的很大的安慰 當然不幸,有些人就把狗扔掉 因為他很快樂,不用你陪了 但那些人就跟狗伴養了感情 變成他們很重視 他們上班有一個最誇張的 早上上班,他也要放在我女兒那裏 等他去戴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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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他選擇戴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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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否乾淨 是否一隻狗會否開心 看你照顧狗的經驗 所以評論是重要的 評論多是你的累積收入 八隻狗,三萬元人,八三二十四 二十二千四元 你不要說英國,香港都有這些需求 我認識很多親戚朋友 一去親戚就做到處找人看狗 九十五五十六 你不要說英國